身着蓝色背心的志工们 忙着将白米和衣物装带 厘清淡时情义重 这些简单的物资 看在淡水区的弱势朋友眼里 实际上是一包包贴心温暖的过年鹤里 因为对我们淡水区的老百姓 第一桌入户老人都很照顾 都很好 有时候还会到家里去管过我们 淡水弱势关怀协会 已经是连续五年举办东令围炉 除了发放物资与红包外 还有热腾腾的料理 提供艺者和艺舰的服务 让他们暖着心过年 我们每年的围炉餐会 我们都会找一些全部人家 大家来围炉 给他们感染一下社会的温馨 协会成立以来能够顺利的运作 久不得不弹气担任林市长的蔡景贤议员 在他的号召下 社会各界纷纷响应爱心 而他们关注的对象 更包括政府无法触及的 非低收入物弱势 因为政府也比较厉害 他的低收入有房子 他就不能太母级 他就不能办低收入服 跟你说有队也不行 其实有队也不能买 有房子也不能买 以前我们的疲惫 现在我们的疲惫 我们可以去那里扶帮忙 所以变营副 我们都派志工去那里关心 要了解蔡议员关怀弱势的理念 我们跟着他来到主委旧家 从童年的经验谈气 一家十口都靠父亲 一个人的薪水在要 因为你父亲能用 只能陪我们阿嬷去救资 所以我们阿嬷有跟他说一句话 他说孙子 阿伯我们的疲惫 我们如果开发 就能去帮助一些帮忙 十几岁开始在市场做生意 分担佳绩 这些经历 让他们一家人都知福习福 事业有成后 不忘回馈社会 我一个嫁妮 我送给妈妈的红包 所以我妈妈她不在买 她说她红帚收起 钱害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钱 是需要用的人 真需要 所以我跟妈妈妈说 不然我们从来关怀落实 我们把这钱来帮助 把这钱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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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能力就去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这样一个理念 也同样激发他担任名义代表 所以一些人需要 我们的服务 有时候法律上 有没有办法 受贪人 受贪人 对这个都不懂 不懂你要 有一些名义代表 对这个更了解 但我们改革他们的困难 改革他们的问题 一路从淡水民意代表主席 到现任新北市议员 多年来 蔡景贤推动主委国中 便完全中学 让主委有了定义所高中 学子能就进入学 还有淡水免费设置巴士 路线经过山区 便利支柱偏远 行动不便的民众 淡水啊 来来来 来来来 淡水 来来来 今天议员带着我们来到林长家 关心基层的民情概况 同时询问先前 为他们处理的 淡水问题 我们这个大地围里 这边这里 都常常有这个 如果边路 大家就 头头就抬下来 我如果落下来 就差不多这个水稿 都差不多有十倍问题 居民啊 大家都在说 我整个来拔走 不过来拔走 那时候是 我反映给这个 我们的议员资议 大厂给我们政策 政策到现在 这个白水稿 是一个白鸡 现在落下来 我们大家都不用烦 大家非常感谢 这个议员 参议员也积极推动 淡水交通的改善 未来还想重建 荒废已久的 沙伦海水浴场 避免国中生 乱闯溺水的悲剧 再次上演 经过台北市 抵押物水出力了 这个污水都流下来 要出去了 所以这个水这种好 希望尽快地 让我们淡水 这个海水浴场 变成一个光光地区 然后带动 我们淡水 无限的商机 我感觉有时候很疼 我没有想像阿 这么疼不要做 但是有时候想到 这我们也不爱做 赞人去做 赚在社会 用在社会 参议员以这句话 作为她的人神座右铭 我们相信 她将继续以明代 作为置业 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